看了这道题,思考,严细嫂老师卖鸡蛋,她上午卖出总数的一半多十多 下午卖出剩下的一半多十多 最后还剩六十五多 先问严细嫂老师,原来有鸡蛋多少个?做完了吗?做完了 好,来,我们来看,检查一下 首先,这道题,整个这个文字是相当多 对,多,那么对这种题咱不好理解,文字又多,咱结合图先来 来,通关花先来图 假设严细嫂老师,一共有鸡蛋,这么多 现在的话,上午卖出总数的一半,咱先找到中间 一半,那么一半还多?十多 来,这个部分,十多 假设严细嫂老师,这部分是多出了十个 现在的话,咱来看一下,这个部分就是她上午卖的 现在还剩这么多吧? 现在她说下午卖出剩下的一半多 找到这剩下的中间 对,中间一半 好,还多?十多 来,这个部分,十个 那么这一个部分就是她?下午卖的 对,下午卖的 那么接下来这里还剩下 六十五 这个部分就是剩下的六十五个 那咱仔细来观察了 咱就是一推回去 从后面这六十五,反推回 这个六十五,我加上这个十正好,达到了什么? 七十五 七十五 那么这个七十五,也就是六十五,加十 达到了这个七十五,是不是就是这个 剩下卖掉上午之后,剩下的这个一半 是不是? 那么剩下的一半 咱再乘上个二 是不是算出来的就是 整个上午卖完了之后 还剩下的部分 对,下午 哦,下午加这个剩下的 是不是还剩下的一部分 嗯 是不是整个这个部分 看一下 对不对? 这个部分是多少? 一百五十个 好,一百五十个 好,一百五十个 现在一百五十个这个球出来了 接下来咱再来看价 一百五十个 我再加上这个 十二十 那么算出来的这一个部分是什么? 一百六十二 哦,一百六十是的 一百五十加上十是一百六十 这个一百六十是不是就是 整个这个鸡蛋的 一半啊 对,非常棒 那么整个这个鸡蛋有多少? 好,再 成 三十来 三十来 这就整个这个鸡蛋三百二十个